《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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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再說一說這套電影是由這兩宗案去啟發出來的 這兩宗案是我看新聞上看到 2015年我看了一宗新聞就是一個少女運動被捕 她上到法庭去跟法官說一句說話令我很深刻 她說多謝大家抓了我 帶我離開這個地獄 那時候我覺得很震撼 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為什麼會認為監禁是她的一個救贖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分 後來傳媒就看回她的身世 發現她媽媽以前發生了一宗案件 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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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剛才發現原來是她媽媽殺死她爸爸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理會她呢? 她五歲時發生一個這麼恐怖的冥犯 但是沒有人去理解她 沒有人去救她們沒有去幫她們 我覺得她們背後的故事 令到我反思一件事 就是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很老實說 現在香港這個社會環境 我是感覺到一個很大的 我所謂社會問題 就是成年人對下一代的不公平和壓迫 這件事是我很想很想去說的 就因為這個案件和一個故事 令到我感覺是可以去代入現在香港這個社會的延況 所以我就有這個年頭去拍這套戲 其實現在我可以說 2019年打號香港是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事件 這個情況是更加嚴重的 我也想分享一件事很坦白的 因為今天我剛剛去探索一個朋友的監 我朋友上映監的 其實她所犯的誰只不過去帶了一個 這麼小把的鎖匙扣 一個刀型的鎖匙扣 和一個無電的鎖匙扣 她就被一個官判了她要鎖匙一個月 但是格蘇幾月後這個官 她判另一個60歲的男人拿著把刀 去恐嚇其他年輕人 判了兩個月 但是換成一年她是不用坐牢的 我今天去探她 首先我覺得很無奈的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社會這麼不公平呢 我真的可以說 法律是這樣寫 法律是要這樣判的 OK不要緊 但是我當然說不公平 那個壓迫是很厲害的 那我覺得是應該要去講這個問題 不要講任何政治的事 我只是講一個簡單理論的問題 或者一個公平的問題 我覺得我要為某些 某個世代發聲 其實在寫劇的時候 是沒有想過她們兩位的 反而是我CASK了她們兩位 做演員之後 她們是豐富了整個角色的生命 那我很老實說 因為其實 例如像Hannah 她多數有些複雜性 多數一些 對於我來說 她是一個謎團 所以其實當我寫《Inisa》的角色的時候 可能沒有這麼 其實情緒沒有這麼複雜 或者是沒有這麼多一個感覺 但是Hannah她是給了很多 input 給了很多不同的感覺 而令到整個角色豐富 所以上來Hannah是用了很多很多功夫 我跟她拍戲的時候 其實她也很辛苦 我看到她也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形容她是一個謎團 而這個謎團是令到她們更加可以去思考 去想更加多於《Inisa》的角色 這個人 那Ronald哥 我看《成衆基》這個角色其實很有趣 所以我寫劇的時候 我是想找一些比較硬派的演員 或是一些比較黑的演員 但是後來 不是 想想想想 因為這個角色我需要她有父愛 對這群年輕人有個憐憫的心態 那我覺得 Ronald哥其實她是一個很溫柔 而她雖然平時是一個搞笑的 或是她 我們稱之為她是一個諧星 因為她很多戲劇 她以前拍電影 很多都是戲劇 那她會不會演到一個 我所謂很憂傷 亦都很溫柔的學生 她OK 她可以的 我後來發現她用了一個很平靜的演技 用了一個很溫柔的方法去演 那個憂傷感出來了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其實在拍攝之前 我和Hannah大概有十到二十日 我們是去排練的 當我們排練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Hannah一步一步 去深入這個角色裏面 我想到開拍的時候 其實她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 她真的投入深入角色裏面 因為其實我認識的Hannah 和現在她是演藝術的Elisa 完全是兩個人 因為平時Hannah不是這樣 平時Hannah是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所謂的 比較好日本的感覺 好日本的感覺 但是在這套戲裏面 她真的完全是Elisa的角色 我反而有一點我想分享 關於在現場拍攝那裏 因為這套自從 都是一個新人身上的啟發 我們細片很好 她就在現場找到一個和案發現場 都是很相近的單位 望出去窗的風景是一模一樣的 譬如那個單位是十樓 那個是九樓 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是很有感覺的 我們說不出什麼感覺 我們覺得第一天我們去的時候 很不開心 也都很壓迫感 我和Hannah都是 是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到第二天 我回到現場拍攝的時候 我和細片說 不行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想去現場看一看 因為我由寫劇本到拍攝 我都沒有去過現場 因為我不想被現場的事情干擾得我太多 我反而是想有設置空間讓她思考 但是那一刻我感覺到有一個力量 她叫她看回現場 我去到現場 我看到單位裡面 門開了 但有鐵紙在那裡 裡面有一個女人鎖索在裡面 她背著我 那門真的背著我 望出去出了窗口 我看不到她的樣子 我不知道她是誰 但是她的背部 給了一個很大的感覺給我 我那一刻我哭了出來 我好像感覺到Elisa身在裡面 我感覺到她想跟我說些是什麼 我想明白到原來 Elisa她不是不想見她的女兒 她放了牢出來 她不是想逃避什麼 而是她的靈魂 還不囚禁在家裡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是一個 我很心痛 還有很有啟發一回事 我想這一個畫面 我回到現場 我講回寫師聽 還有講回Hannah聽 那些三個都決定 一定要拍這一幕出來 這一幕我梳梳 不知道怎麼用 但我覺得我一定是有用的 後來我發現原來 她們的背影 她們的背影其實是給我更加多的力量 所以我看到她的背影 其實有一種我想拯救她們的感覺 她們其實是求救的 就等於現在的年輕人 是向我們求救的 我們怎麼可以幫到她們 這是我最大的特殊 在現場最大的感覺 我們經常說電影是有她的生命 我們做了這個平衡世界 出來的時候 那個平衡世界就會繼續去 其實因為我都拍了很多年紀錄片 但是我發現紀錄片有一件事 我永遠都解決不了 就是一個所謂reality的問題 真實這件事 一件事可以去訪問一百個人 那一百個人都可以有一百個不同的說法 那究竟什麼在身上呢 其實我是找不到答案 但是有一件事我反而發現的就是 那個影響 因為其實我們拍紀錄片 就是很嘗試去看一件事的 那無論什麼人說什麼話 不要緊 但是它是背後的影響 所衍生需要有時間的流勢 我就會看到那一件事會是怎樣 這個是最客觀最宏觀的事實來的 那所以為什麼維愛這套期 我會由九十年代 去到現在二零一七年這個年代 其實就是那個時間流勢 你可以說說文偉有沒有去過瀑布 ENISA有沒有說謊 這些其實是可以很主觀的事情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影響所敵思 影響所我們的下一代 這件事就是我拍紀錄片的時候 給了我的一個啟發 還有說一句 拍紀錄片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你要在故事裡面 找到一個意義出領 如果你拍一套電影 只有一個故事 而沒有意義在後面的話 我不會稱之為電影 那時候只是一些影片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找到一個故事 後面有意義的話 我覺得這套電影是我們值得去觀賞 還有去欣賞的一套電影 所以我想紀錄片給了我這兩個意義 就是影響和意義這兩件事 反而不是 因為其實拍電影很多人 我拍紀錄片我習慣 所以是一個人的 實際我會想拿著手機 拿著手機 因為我想盡量 在不干涉任何人的情況 去記錄下他們的實現性的一面 或者是比較靠近的一面 太多人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何有紀錄片 可能我一個人 做了所有的東西 到現在 整個團隊的人 幫他做 完成一個影片 是一個挺有趣的過程 我先說回 因為我在2018年 去批這個資金給我 而我在2019年3月 是完成了一套電影 但是內閣香港在2019年的6月 就開始有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所以其實在拍一套電影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改變是未發生的 我也都很坦白說 香港電影發展局是很幫助我 很幫助我的 我記得審批的時候 有八個評審 有七個是專業的電影人 有一個是政府官員 那個政府官員 一句也沒有說過 其餘是那七個電影評審 去評論我的劇本 以及我的導演技巧 到他拍攝的時候 其實所有官員 沒有跟我說過任何一句話 也都沒有所知過我做任何事情 他們是跟我說的 一件很簡單 Ellen 你記得拍好一套戲 上到話 那就大家開心了 我不知道 我打後那一屆 但是2019年6月打後 那些會不會有相同的待遇 我希望有 如果有的話 是香港的一個很大的運氣 但是我也很想說 在現在這個世代這個時代 可能我們所拍的戲 可能是一個很末代的香港電影 都未定 我希望不是 講開又講 其實我正在寫幾個不同的劇本 有一個劇本跟日本有些關係 是一個公路電影 我很簡單地說 只不過是一對二父二母的姊妹 那個家是香港人 那個妹妹是日本人 其實她小時候是一時上大 但是她不懂得溝通 但是她找到一個溝通的方法 就是 因為90年代的時候 很多日本的歌改編是廣東歌 她們兩姊妹 她們一個不懂得說日文 一個不懂得說廣東話 但是她們反而會用這些歌曲去溝通 所以兩個雖然好像不會說 怎樣可以溝通得到 但是反而用歌曲 是可以餵食到她的心靈 令到她們的感情更加多 到她們上大鎖之後 然後妹妹回到日本的家車 就想去找妹妹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題材 也是一個挺有趣的故事 尤其是我們 其實我算是生活在 上大90年代的人 的確聽到很多廣東歌 所以聽到很熟悉的廣東歌 但是我又聽到日本版的歌 又很有熟悉的感覺 那個距離是很近的 挺有趣的 還有我對日本 其實有一些演藝 我其實是很喜歡她們 好像我寫這個劇的時候 我很想很想很想找Satomi來演 因為石原聰美是我女神 雖然她適合結所分 但是如果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宋爺港灣 可以的了 如果Satomi願意演的話 我真的很想 有啊 有啊 我去過日本拍攝 其實大概是 說起又說 是八、六、七年前來過日本的時候 就是找Satomi去拍一個訪問 所以當時我見過Satomi 我就握手拍照 所以很開心 我也想說 Hannah是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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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大阪和日本 因為她是很喜歡日本 她日文很厲害的 我們都很遺憾 但是都很開心 真的可以這部電影和日本觀眾見面 所以多謝大阪亞洲電影市 解鎖華有一部電影去播映 希望日本觀眾會喜歡這部電影 其實過去一年 不論是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的影迷 都很久沒有進去戲院看戲 那希望這個疫情過了 所以大家會多番機會進去戲院看戲 還有欣賞世界各地更加多不同的電影 那也都想說 其實香港也是在經歷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那我不知道香港電影未來會怎樣 但是有一套就看一套 我希望大家珍惜香港電影 我希望日本的觀眾是可以看得更多的香港電影 去欣賞更多世界各地不同的電影